我们29台本地台的豪加坡杰明的粉丝 那么他非常喜欢我们这个本土性做菜的节目 几乎每一道的菜肴呢 他都很用心学 学了以后呢 他把学到的东西呢 煮给妈妈吃 煮给爸爸吃 那么也由于这么样的一个粉丝 还有跟我们艺人这么一个关系呢 慢慢慢慢演进到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做的寿命相当长 那么由粉丝的关系 衍生到朋友的关系 那么今天呢 有特别提到说 我带手女进摩铁 我必须要做一个澄清 那么第一点 我自己不够严谨 为什么不够严谨 因为他有任何事情 都会以透过跟我询问 做菜的流程 来跟我聊天互动 好 我 我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